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农情农事播报台 我是主播林大明 这是一场由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和小煎蔬菜主办的边走边玩农村水路踏查活动 小朋友正在小溪里快乐吸水的声音 在宜兰这个天然泳泉丰富的深沟村 号称水的故乡 孕育出优质水道 这天跟着村子里的移动式图书馆 人称深沟刘德华的在地骑老 陈荣昌阿公 由他带路 寻着灌溉水源 一边探查水路 一边说故事给大小朋友们听 像是涌泉会搬家 这个问题 原来涌泉冒出水的位置 其实是会改变的 当原本涌泉的位置 遭到填压或堵住之后 涌泉水必须再找适当的空隙 冒出头 所以涌泉是会搬家的 但在那种不得已的搬家情况 通常会造成出水量越来越小 就不如原来的泳泉丰沛了 陈荣阿公一路带大家 探索村子里的秘密基地 像是荒废的鳗鱼苗场 日据时代这里的水植好 日本人在这里养鳗鱼苗 为了防止活泼好动的鱼苗脱逃 养殖场有好多特殊设计 都令大家嘖嘖称奇 一趟水路探险走下来 在石头土地公庙坐一会儿 听阿公说这个土地公庙的由来 还有他小时候看见的农村地形 样貌和现在的差别有多大 看大家听得那么认真 大迷忍不住随机采访一下 这位是从台北闻山区来的郑先生 谈到带孩子参加活动的原因 应该说学校或是说 在城市里面的一些活动 第一个是比较偏是室内 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是人很多 人很拥挤 那想说真的要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也比较困难 那我是比较希望小孩子 能够真的实地上 用脚或用手和眼睛 直接去探索 去了解说他们 应该看到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只有课本上 或是说听老师这样介绍 像刚刚一下车 就直接跳到水沟里面玩了 还有一位高小姐也说说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 因为来着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马上就想下去玩了 看到溪水 小时候有玩溪水的经验吗 我们家乡在石定 所以只是那个溪的形态不太一样 它是那个山水 它是石头比较多的 其实也是这么小条 可是它的是很湍急的水量 然后它的虾子都是常在石头下面 所以我们抓虾通常都是把石头搬起来 然后在旁边等它 就是没有像这样子 直接看得到虾子 所以反而不知道怎么捞 其实反而没抓过 另外一种挑战 哈哈 原来在农村的小溪抓虾 有这么大的不同 这一趟农村水路的探索 串联起世代的记忆 也学会珍惜 谢谢农田里的科学计划 举办这个好活动 大米也很荣幸参与 当陈阿公的助教 下次朋友们来山沟村 我就可以模仿其老公够了 以上农村活动报道 由林大米采访播报 走读农村小旅行 走读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趁着春天的尾巴 赶紧大家可以计划的农村小旅行最佳推荐人 今天我请鼓励合作社执行长吴宗泽来推荐 他从南投浦里过来 在这个地方或许对很多朋友们 其实不熟悉的事情还很多 例如大米今天才听到 原来有个地方叫蓝城社区 这个蓝是蓝球的蓝 请问一下宗泽 蓝城社区这个地方 为什么特别可以规划出一个农村小旅行的项目 它的特色有哪些 主要因为我们刚好在那边生活 那也住了快五年多的时间 那我们发现说 其实农村社区 其实都藏满了各式各样的保障 那对我们来说 像社区的长辈 那边的社区的长辈会打拳 那很多农人的长辈 其实都是早上去种田 晚上去练拳 那可能是他们早期的生活 现在比较没有 可是你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学习武术 然后去认识到这个农村 它其实早期可能打拳是为了抢水 这样的水啊 土地之间 然后跟武术之间的关联 那除此之外 人家曾经说过 埔里的甘蔗最有名 其实甘蔗面积种最大的 其实就是在蓝城社区 埔里的这个蓝城社区里面 所以如果可以再来的时候 其实可以带大家去认识甘蔗产业啊 或者是这个农村的其他的农产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其实社区有很多的奇人意识 其实来这边不是只有单纯认识社区 其实某程度上是 也可以认识年轻人怎么留在农村 在那边过生活 这个蓝城社区在地人 在地都怎么说 说在什么地方 哪想啊 早期就是 他们也是移民社会 从彰化面移民进来的 那其实这边早期的样貌可能是竹林很多 或树林很多 然后他们去到埔里市街上的时候 他们人家问说 你来到哪里来 哪哪哪 叫酒的时候 他们那个地名就叫哪祥 可是实际上他不产竹子 或者没有相关主编的起舞 所以在地的长辈都会说 我哪祥人 对他不会说自己是蓝城的 是而且是武术 看起来是钢欧米震荡的一个社区 然后他们也是最早在埔里这个地方 阴妈祖的一个社区 在埔里或南投这个地方 完全不靠海的地方 他们是把妈祖引进来这边 然后一起去巡水 那让水源可以灌溉他们的农田 保障他们的水源 所以对他们来说 那个水其实是跟他们的生命 或生活是完全绑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他的信仰 阴妈祖 然后还有大群的相关的文化 就全部是扣连着在一起 所以你说如果用 透过打工换宿的方式 认识这个社区 听听这个农村的古往进来 那这样子打的工是什么工啊 可以换到住宿 应该打什么工 我们通常会来 其实农民在这边的 就是他的农产 就是他每个时间点的农忙 都会不一样 那我们其实来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自己 在处理打工换宿 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去协助 就是从事友善耕作的农民 可以解决他的农业的 缺工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去协助 就是年轻人返乡 那他常有想法 然后像尝试 没有用农药的方式的耕作方式 那他就会有缺工的问题 或者他需要更多的工 那我们来的人 可能有时候会去协助 角白笋的农忙 哦 普利角白笋 有名 对 角白笋 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 鼓励和做事 或者本身在种水稻的水稻里面的农忙 或者是附近的青农 也有人在种的是玉米 或是其他作物 都有可能会去帮忙 那时候就会看我们说 手上我们有谁需要 真正需要 那我们就立即的把这些人 可以补拍过去 那这个农忙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我们来说啊 就是你来到这边 认识的就是 进到农田 认识农业 可是在农业这个过程当中 看到的是农人 这边的农人 无论是青农或老农 老农有他的故事 青农有他的坚持 这类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 农人在这边扮演的角色 以及最后 你来看到了 我们生活的地方 所在的农村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旅行 不单纯就是来 单纯打工换书 而是希望说 可以翻转各位的视角 除了城市之外 农村可以是什么 或者是在 让我们可以更深刻认识农村 这样的农村的生活 是不是也有可能 会是你要的 对我来说是这样 有点像试婚的概念 大家来谈一场恋爱看看 合不合适 约个会 说起约会 那个嘴角都笑开了 鼓励合作社 今天很值得 在我们节目中 更深度的访谈 认识这个鼓励是 怎么样的鼓励方式 鼓是道鼓的鼓 励是 你怎么解释这个励 这个字 斗力的励 斗力的励 对 道鼓 斗力 就农人 农村的象征 好 现在农村小旅行 先暂时 可以大家 闻到了一点点味道 原来来自 埔里的声音 埔里的一个 很特别的社区 蓝城社区 还有一个 年轻人创办的 鼓励合作社 待会广告过后 回来 我们就好好认识一下 吴忠泽先生 到底为什么要玩 鼓励合作社 稍等一会 马上回来 你正在收听的是 青农市集 UN AIR 我是大迷 今天来了一位 大迷两年前 哦不 是一年前认识的朋友 在宜兰的深沟村 农村办论坛 这或许对于很多 文青嘛 好吧 说文青朋友们 常常会赶场啊 参加讲座啦 什么展演啦 或者说论坛 可是能够在农村里头 也都常常有机会 参与论坛 这我想是最近几年 开始的事情 而且呢 我发现 今天来的这位老朋友 他呢 应该是论坛里的游击队 我并不确定这件事 但我想问问看 吴宗泽先生 南投埔里 鼓励合作社的执行长 嗨宗泽 嗨嗨大迷你好 我说你像农村论坛的游击队 这个意思就是指 你是到处交流讯息 如果不是因为你那一次 大老远从南投埔里 跑到宜兰的深沟村 去参与了我们村子里面 分享的整个小农 用论坛的方式 展现现况 我们大概也没有机会认识 我也不知道 原来你们从那么远来 而且是整个 鼓励合作社的团队 带到那边 两天一夜 所以你几乎就是 一直在打猎势的 有没有 算是 就会好奇 因为深沟村也是台湾 整个新农业运动里面来说 它是一个 声音特别响亮的地方 然后就会想知道说 大家在这边 到底是农村的生活 农业是经营方式 或是农人的心态是什么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在 就是埔里的实践 其实我们也会把 想说把这样的讯息 带回到埔里 跟大家分享 所以当时我们去了 快11位的伙伴吧 对 然后每个人就是负责 各自负责一个场次 去记录 然后去提问 然后是要把这样的讯息 带回来 所以算是目的感 蛮强烈的 对 你们的团队一出现 就会让论坛的 主办单位会很错 就觉得说 不是就农村吗 轻松分享就好 没有想到 这个团队出现 那么认真 做笔记 然后提问 然后事后还做报告 网络上的分享 巨细迷遗 今天先就听你本人说说看 给我们介绍 鼓励合作社 鼓励合作社 大概是2014年成立的 那它会特别成立 要再把事情往前追 是来到2012年的年底 埔里有一个 矿泉水要扩敞的事情 那扩敞就是把某一块的地 就是政府要把某一块的地 给再收回去 那那个地上面 就是有有机耕作的 有机玫瑰的耕作者 那也有交白顺的耕作者 然后还有其他的农人在上面 那其实这就有点像是 我们在谈的农地不农用 你要把农地拿去 专化成 就是可以拿来做开发 或是做远区的建地这样 那所以因为当时 因为这样的事情 我们才第一次 就是加上鼓励合作社 伙伴 我们才第一次 就是接触到台湾的农业 那进入到农村里面 可是你那时候才几岁 而且你的身份是什么 我那时候就还是学生啊 对 就在那边读大学 我在普里读建南大学 然后读的是光电的科系 也跟农没关系嘛 现在要种田 不用跟农有关系 蛮常遇到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是跟着有志之士 就大家同学们 对这件事情共同关心 就只是那个起步 就开始了是吗 因为后面也有 就是有老师在后面 支持跟协力 然后面对这样的事情 大家如何去讨论 那也因为我们看到了 普里那个内谱社区 就当时发生那个地方 在内谱那边 那内谱社区玩之后 我们不只是看到农地的问题 可以看到台湾的农业 目前的困境 就可能产销 或者是会有航口 剥削 或者相关的问题 哇 那去了解问题跟 能够做点什么 那是很不一样的 事情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要谈到 就是2013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住进了 到普里的另外一个 农村社区叫南城 对对 我们现在就是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住在 住在南城这边 那我们先看到了 农业的问题 然后我们住进了 到了农村 那农村可能我们会看到 是人口老化 其实人口外移 产业没落 或者是农村 它自己内部的一些 你要住进去 才有可能会注意到 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那我们就在想说 那如果我们喜欢 普里 或是喜欢在农村的生活 如果不想要去城市的话 那我们如何留在农村里面呢 当我们看到了 台湾的农人 大部分会使用的是 比较是农药的 工作的方式 我们如何让环境更好呢 所以2014年会成立 鼓励合作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解决 年轻人如何留在农村 那以及另外一个 如何让农民的农法 能够把它转过来 就是变成是用友善土地 对环境更好的方式 所以鼓励合作事 一开始的初衷 就也是希望说 透过跟农民弃作 那农民弃作 它其实背后 可能还会说 它面临到农法的转变 它不晓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种出这些友善的作物 那以及它可能会有 劳动力上的缺乏 对 它一个人可能原本 一个农民可以管两家地 不用农 就是用农药不用管 那它是 我指的是老农 对 对 那可能 可能现在它转变成是友善的 他可能就没办法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可能要除草 可是他的药没那么好 嗯 那面对这样的问题 要要要要 要怎么这么处理 那我们其实就是想办法 就是作为 就是成为生产者的一部分 那试着跟农民合作 那支持他去种友善的稻米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把这样的米交给到了 普利的消费者受伤 嗯 那照说农人在普利 其实代替你们去照顾这个环境 对 对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会给 给就是会有部分的资源 就可以支持年轻人 有机会留在农村 留在普利这个地方 扎根 嗯哼 所以这个 鼓励合作社 名为合作社 但目前应该 还不是合作社的 对对 它的那个意涵 某个像是 像是一个合作的社团 嗯哼 因为其实 这个这也就是跟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也称 欢欢相扣就是 我们当时进去 关注那些 就是土地被征收的农民 我们去 去 去伸援他们 而后来我们自己在内婆那个地方 我们自己也有种一块田 可是在种那块田的时候 农民提供了土地啊 提供了技术啊 嗯 然后告诉我们哪边有相关的 种 就是肥料啊 或者是种苗 然后最后还教我们收割 以及如果把它拖成到 到我们自己夏天 去种田的时候农民来生缘我们 嗯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我们会称之为一个放瓣 小瓣瓣 其实我们的米 大部分我们的米就叫 埔里的放瓣米 放瓣米 对那就是跟农村的那种 换工交工的意涵是一样的 所以透过这个过程 其实是要去建立的是农村的 社会的网络 大家其实在农村里面 很多年轻人 回乡 或者是去到一个新的乡下的时候 他就不跟周边的人互动 而试着把这样的年轻人 用放瓣的方式 跟农人连接在一起 而甚至也跟在地的消费者连接在一起 那这个东西就是 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 而不是我是一个生产者 你是一个消费者 那我用消费者的立场 在检视你这个生产者 而是大家都是生产者的一环 嗯哼 你在试着让年轻人 跟在地的这些农民连接的 这一件事情运作的时候 难不难 其实蛮困难的 我觉得他都不容易 因为没有人做过这样 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那就是 有时候要看我们能不能遇到年轻人 他对于务农有兴趣 或者是他关注农村 或者关注农业的问题 嗯哼 而当我们在做某一些 就是跟着农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要不要一起来参与 一起参加 或者帮忙农忙 而他越做 他越有兴趣的话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可能就会去帮他找 撑住土地 嗯 然后让年轻人来种田 那年轻人来种的时候 他可能经验上不足 那就请老农来 嗯 教他怎么种 因为老农其实在种植的经验上 可能随随便便都是二十三十年 对 那个我觉得无庸 无庸之外 有些问题他看一眼 可能就看得出来 嗯 而年轻人有机会的话 其实就是老农 他可能要撒肥 如果是要除草的时候 他就是当作也是去学习 那也去就是这个互相换工的过程 棒棒的过程 嗯 当然实际上不会是只有 我们这样的放办 不会是只有在农忙的过程 而是在日常生活的互相帮忙 互相协助 这反而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宗泽你的鼓励合作社 这个团队在当地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 埔里的蓝城社区 他们呃呈现了 因为你们应该很多都是 外来的小孩 对不对 不是埔里在地的小孩 我们只有两位伙伴是埔里人 但四位都不是 但都不是蓝城人 是 那蓝城人怎么看你们 他们会看比较像是说 我们就是大学生 嗯 或者是哈星啊 或者是就是外来的青少年 可是当我们在种田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渐渐去理解 他是一个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在理解 他们是有心想要回乡 来这边种田的年轻人 那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不会是种田 而是有可能跟社区一些的互动 或是其他的活动 因为嗯 这就这就很难说 因为我觉得 呃长辈有时候会不太 真的会不太理解 我们在做什么 可是跟我们实际有在互动的 长辈们就会知道说 我们做的事情可能 非常的复杂 不能是只有在农业的面向上来理解 就是他是单纯要来种田的 像我们自己也下去种 可是我们不会说自己是农人 或者是不会说自己是农夫 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做的事情都 都会是这个以外的更多 很多元的事情的 而且常常是蛮议题式的 是带外界的人更关注农村的议题 农业的议题 你包括刚刚已经提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是可以帮新进的 呃有兴趣种田的人 帮他们找到租地 这就很难 因为我自己在农村生活就知道 在地他当然不可能轻易的 信任一个外地人要来种田 我不知道你要把我的产物 变成什么形 我不知道是有困难吗 那草我不知道是会发外观 叫你口草不知道要听吗 总之这些都需要有一个保证人 所以像宗泽你已经 呃感觉上 你有担任到这个角色了 这应该运作到这个时候也很不容易 对对啊 其实其实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要租地 或者是我们要能够在 内部社区那边种田 也是因为我们前面去帮忙农民 而我们现在其实在蓝森社区 我们其实跟社区 或是长辈们的互动 就是保持 就是互相帮忙 有什么需要协力的时候 可以互相支援 那长辈知道我们大概在做 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问问看 让我们或者是我们有需求 可能不只是租地 甚至是找就是可以住的空间 就会问问看说要不要乘住 或是会来问我们知道 那你自己蓝森社区这么一住 也住好多年了吗 那你的家在哪里 我是台南永康人 哦 那爸爸妈妈可以接受你 只是去读个书 然后就不回来了这样吗 他们算是蛮开放的 只要我不会学坏或变坏小孩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自己私人情感里面 是什么吸引你 就这么决定留在那里 可能算是因为我刚好大学时间 都是在普利这个地方 那我自己课业以外时间的时候 往往就会往普利的山里面去跑 然后去看瀑布 或是去走到生产夜里的地方 你是学光店的 不是环境的吗 嗯 不是啊 对对对 我再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 我自己就是受了这样的环境的影响 就像有人会说 花冬的土会念人 那我反而就是被普利的这块土地 给念到了 所以对我来说可能 我会需要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对对我来说我需要 需要活在一个那样的地方 而不能是只有单纯是都市这样 或是城市马路车这样的 这样的地方 所以留在留在这边 那看到了农村 那因为在深山里面 有时候会想说人如何如何自给自足 或者是存在在一个地方 那农业粮食食物的来源 这些要怎么能够自己能够掌握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依我的出发点 我就会去思考说 那我如何如何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守护这样的环境 要保护这样的好山好水 那对我来说 我可能是环境跟生态 会放比较重 可是像我的其他伙伴 他可能在意的是农人 农人的辛苦 或者是农人可能 就到这一辈了 他们之后没有人可以去承接他 那台湾还 这些农人要怎么办 那也有人关心的是农村 台湾的农村会不会消失 像日本一样就是一个一个的农村 没有人 甚至几户人家 没有人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团队可以走到现在 依然还在 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各自的出发点 就是他有自己关心的事物 对 我觉得啊 在农村哦 老人家看到年轻人种田 他最容易的直觉是 你根本活不下来 你种这样子 你不可能靠这样子为生 对 那你们是一个团队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惊艳的 你们是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用团队的力量 不只是生产端 行销端 然后整个那个企划 运作让农业农村活下来的运作 你们是很缜密的 我知道 不过是到底应该怎么执行 才能够有活下来的机会 其实这个说活下来 其实真的存活是蛮不容易的 可是我觉得 就我们自己的运作方式就是 我们跟农民气所迷 那只要能够把米卖出去 就可以支应一定的人事成本 那我们现在其实 因为其实没有到完全可以 支应到所有人的成本 就是所有人的薪水 那我们有部分的收入 就可能来自于打零工 或者是在学校建议课 或者是担任助教这一类的 办农办X 可能办农办X 或者是办农办XY力 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像农村里面 会有的状态 像我自己现在的身份 就是可能会种田 然后会做一些米制的加工品 然后又要去学校上课 然后偶尔又带一些导览 跟体验的活动 就是希望说这样的 对农或者对农人 可以好的事情 可以不断的延续下来 因为我也不太晓得说 台湾到底还 还到底需不需要农业呢 如果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你当真 就是我是认为是需要啦 但就是如果面对这种市场经济的话 我们自己在这里面 夹在这里面 它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走的道路 那我们到底 就是要卡在这边吗 那其他的人 或者其他人要怎么来关心 这样的事情 所以像我们就会说 可能有外面的人进来的时候 就会把这样的难题 也丢给他们 让他们也跟着去想 而不会是只有我们自己在想 因为这不单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你现在就丢出来让我一个瞬间会沉重很多的 我都不太知道怎么 所以要多说一些垃圾话 这确实也是我自己做这几年的农村广播节目下来 会常常提醒自己的 我们不是在美化农村或农业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多好啊 来吧 这里很有希望啊 没有 我们就很露骨的直接告诉大家 我们确实都遇到了什么 但只是说目标应该都算一致 我们希望保留下美好的东西 对 这些农村的文化 然后好山好水 那个美好的环境让它留下来 不要再破坏 这是最大公约数 然后剩下的就各自努力这样子 虽然都有辛苦 所以在我们分享这些各自努力的那个目标的时候 应该也就会吸引到一些 也 志同道合 对 那你常常从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说的 你有点像是很 就觉得你好认真 就会做功课的部分也好 然后去研究 进行研究也好 或自己常常 感觉到你也常反除一些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那一个新闻 因为像你放盘米 你们的米的品牌 放盘啊 就是解决缺工的问题 这是现在农业很大的问题 那也说要引进外籍劳工这个部分 你自己在普里兰城社区来看的话 整体的那个气氛会对于这个消息感受是怎么样 缺工吗 我觉得大部分的农人或者是听到缺工的时候 好像就是直接把它对比为外面的人 要来跟他们抢工作 哦 真的 之前有跟一些青农在讨论过 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对缺工的理解 就是抢工作 对我来说 我在普里的农村里面的观察 其实对我来说 我看到的是很多的农产业早就有各式各样的外籍移工 已经进去在协助他在运作 无论是普里的百相国产业 或者是角白顺 或者是附近的鱼翅的茶产业 或者是普里 我有看到香蕉产业 都有外籍移工在里面帮忙这样的做事 那对我来说 我自己理解就是 那你引进外籍移工 莫程度上就是让这些人合法化的 在这边工作 因为为什么没有工 其实大家没有去问说 台湾人在这样的薪水底下 他愿不愿意来做这样的工 对 那今天要能够做这样的工 某程度上是农业的产值 要能够翻倍 其实很多高经济产业的农产业 其实都缺工缺的很严重 可是台湾人不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是薪水付的不够吗 还是还有其他更多背后的因素 我觉得不能等同 劳动力跟金钱的方式来思考 这件事情 而且即便缺工 即便缺工 缺工还有分 你是一般的工 你也有技术工 而技术工你又要分 说你是只有做过一年 还是你已经做到初筛 就是做过十年工 但你所付的薪资跟时间成本会完全不一样 而且农业缺工更不一样的是 它有农忙跟农先期 你怎么去cover这个 它空白的农先的时候 它不是单纯就是 像工厂一样 工人来了 上工厂线 然后就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做完一段时间 然后可能你还要想办法去调度 就是不同农产业的缺工 怎么去处理 传统农村本来就是会互相雇工 我觉得这样本来会互相雇工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特别去想要去处理 换工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友善 跟就是很多年轻人 他从事友善农业工作的时候 他所需要的工 可能会比一般惯性的农法工 还要多更多 那我们如何透过自己的人力 今天我们互相换工 那你需要工的时候 我们就立即的补给你 不是只有农人跟农人之间的换工 而如果是你的消费者 或者是你的支持者 或是其他想要认识你的人 可不可以透过这样的房子进来 那也帮忙协力 你可以把那个尺度再扩大一点 而不是就只是劳动力的部分 就是来 大家来吗 今天来 我需要帮忙 其实看白就是 我需要帮忙 那可不可以有人可以来帮忙我 最真实的那个缺工的问题 他到底怎么被回应 那用移工的方式来打开 这可能是其中一种 可是农村既有的劳动力 如何把它整合起来 然后在有必要的时候投入 因为就像我说的 有农忙跟农贤 他不用一辈子 就是不用长时间投入 他不会去形成一个 就是专门在打工或换工的人 不会有这样的职业 最后谈一下鼓励合作社 挂着执行长 毕竟压力是大的 还好 那今年的营运计划是什么 今年的营运计划 其实计划想要做的事情蛮多的 就是像我们现在是五月初嘛 那我们接下来会是 想要再重新设计我们的密的包装 对 然后还要再把一些密的加工品 能够把它研发出来 我们之后会做的是 把蜜做成米谷粉 就是来取代台湾的那个 米糊 没有没有 低筋面粉 他就可以拿来做各种的 米食加工产品 蛋糕啊 那个好 那个好 对对 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有选蜜茶 或者是那个焦糖米粿 就是比较现代版的米粿 然后以及之后 我们会想要加设新的网站 跟拍影片 对对 那我们听着节目的人 想要支持鼓励合作社 这样子的运作方式 你会推荐我们怎么做 需要各位可能要用 会用网路可能会比较好 就是搜寻鼓励合作社 那我们有粉丝专业 FB的粉丝专业 那或者是有部落格 那我们现在的认购米的方式 会有Google表单 拿上去填写资料 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 你直接杀来铺里找我 就是给你最好的米粿 感觉上你比较喜欢 大家直接杀去找你 对对对 鼓励合作社 鼓是盗鼓的鼓 力是斗力的力 这两次真的是 鼓励盗鼓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是五股丰收 就是我们在 在关注的 就是农人 鼓务 这一类的生产 那力 某一个部分 我们会想说 期许自己是斗力 可以去帮忙弄蜜 或者帮他挡住阳光 或者是可以 多做一点支持 那最后鼓励 两个字架起来 也确实就是 那样的鼓励 而我们的鼓励的 那个logo 它其实是 一顶斗力 它也是一座山 跟水田的画面 埔里的侧写吗 对对 那某种程度上 也是希望说 可以守护下 这样的环境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宗泽 今天大老远 从南投埔里过来 不会不会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 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接下来跟我们介绍 通路市集 我想对于在地社区而言 你们的存在 鼓励合作社的存在 能够帮忙行销 这个部分绝对是 很令人期待的带动 整个产业 大家一起用共同的品牌 放拌米来卖的时候 我们来定义 放拌米它来源是什么 对我来说 放拌米其实是 鼓励合作社 自己在称呼 自己合作的农友 弃作的农友 他所生出来 无论是老农 或者青农 所以我们会自己称呼 这样的米叫放拌米 可是我们在卖 就是协力的时候 或是帮其他农友 push的时候 我们不会是只有卖 我们的米 我们会想到说 可以去卖其他 就是其他小农 还有没有需要通路 无论是脚白顺 或者是玉米 相关的作物 所以那是 透过常常去百事集吗 还是说 未来像你说 还要嫁网路之类 就是 之前大部分可能会是 百事集 或者是透过我们原本的网络 就是亲朋好友的网络 有没有人能够支持 都会是 因为像是 古力合作社 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大的平台 或者是一个 一个可以宣传的管道 可是实际上 古力合作社就是 由我们这些人 所组成 所以也会运用到 我们自己本身 既有的管道跟网络 然后可以去找到 有没有朋友需要 就订购 订购脚白顺 或者是订购玉米 就不会 只有单纯就是 我们只有在做 我们自己在卖米 这样的事业 这样子的方式 你自己也看得见 现在大型的产业 大型的平台 那么多 慢慢的很容易 感觉它就是很容易 就可以吃掉整个市场 只要随便手一挥抓过来 放到它平台 也就这样卖了 你自己会怎么去想说 你还是有 必须要存在的价值 就像我说的 就是刚刚前面提到 就是不是只有 我们在交流的对象 不会是只有在处理 生产这个面向 它还有背后很多 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今天所有问题 都化跃成 就是生产农产品 跟把农产品 卖出去的话 那农村 只有这样的事情 要解决吗 或者是农村 还有目前还遇到 哪些问题 如果大家经济收入 都好了 农村就会变得更好吗 对我来说 就是大的企业家 或者大的市场 他可以很快 去做这样的动员 或者他看到 有利可图 他可以投很大的钱 就进去 然后生产 或者是把其他农民 去收购它过去 可是我觉得看中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互相放伴 那样的社会网络 那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道德上的 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 可是它也是成为 就是人跟人之间交流 而不是我 不只是我跟农人之间 消费者也在这里面 去形成就是 朋友伙伴的 这样的关系 就像我讲的 它是站在同一艘船上 如果今天还是 把它切得很清楚 你是生产者 我是消费者 那这件事会 就是 好啊 那大企业背后 有更大的企业 大企业本身 也得接受这样的挑战 那就没完没了了 对我来说 它解决的办法就是 消费者 那我们如何打开 打开一个管道 让消费者跟农人 跟我们都可以 站在同一个阵线 然后让我们这样的 提供环境友善 或者提供 健康的食物 然后跟餐桌 或者跟小朋友 这些的 餐餐相关的健康 可以全部包裹在一起 我觉得宗泽 今天分享的事情 你越到后面的时候 我自己有 也有再一次 透过提问 然后自己有再一次 被感动 就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以为 就简化 日子简单一点 好了 就只是买米嘛 其实真的没有 那么简单 希望大家有机会 就像宗泽的心愿一样 直接杀去找他 欢迎大家来南城 来找孤立合作的事 是 谢谢宗泽 谢谢他 谢谢 想听到更多农村故事 网络上搜寻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 米米之音 就可以找到咯 下周一傍晚5点20空中见 感谢烈吉奇 下周一 按订阅5点20空中见 再会 拜拜